帶著很成功的心情 實在這是可以避免的悲劇 王世堅陳怡君追加提告 基態董座陳世民殺人未遂罪 因為大殖民宅他陷案 可能不是意外 其實早在44天前 就已經有危險跡象 要針對基態建設 請辭的這一位陳世民董事長 提出不確定的殺人未遂罪 基態建設是裝傻還推脫 王世堅想要觀測報告 卻被基態以工地下沉 資料不見來搪塞 探開在7月26號基態建設 委託一大工程顧問公司的觀測報告 最靠近94項1到9號塌陷處的觀測點 地面呈現點下陷了58.5毫米 建物呈現點則是下陷了27.7毫米 兩者都大於正負20的安全值 施工概況也顯示鋪面有破碎的問題 部分監測儀器也都超出警戒值 基態建設只敢拿出還沒正式開挖前 他們可能認為說這個離越遠越好 丟給議員一天份的觀測資料 塞塞我們的嘴巴就對了 那他錯了 坦他前44天就已經有強烈的跡象發生了 基態建人無動於衷繼續開挖 台北市要求基態盡速提交所有資料 請技師來做專業的判讀 若有為師就會移送法辦 昨天突發局已經正式收到 但是只有8月和9月份我們認為不夠 所以會再次要求基態建設提供所有觀測資料 如果已經發生這麼嚴重的這個市值上面 已經顯示有災害的部分沒有立即處理 我們一定會依法來就辦 那該有的建築師專業的機師 也許都必須要被調造的這個儲分 大致民宅倒塌 讓住戶無家可歸 基態建設早知道有問題卻持續開挖 相關責任有待釐清 但住戶驚嚇的心確實難以平復 繼續收看前章說韓台北報導